這樣子的一個合作 其實是很 很 很 怎麼講 很正常 然後也很 很平凡 很平凡 在 我認為一個產品 都應該要有 一個形象的代理 就是 錯覺 剛剛調的那一杯是真的好喝嗎 因為剛剛教哥表演 不是 他做效果給你 真的好喝 翻耶 真的好喝啊 不要鬧 直接都更好喝啦 對對對 那以後會想 沒有 不一樣 那以後會想學像 八天的這種調整 哇 對 就玩一玩可以啦 對啊 然後這樣子 簡單的東西可以 對 就是調一調 一些簡單的這個 材料可以 很難的就 就 就不適合我 老蕭今天有沒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陶芝姐代言出問題 呃 我聽說了 那你覺得怎麼樣 自己會不會謹慎 就是 以後代言出的事 我當然會謹慎 我在 呃 我也會跟公司 強調 所有的產品 我們必須要 呃 除了 要求 廠商必須法官以外 我們本身也要 親自也去了解 並且 啊 深入的去 去 呃 一直去 了解 跟 跟協助 耿耿之類的工作 那 嗯 嗯 其實我的方面 我也是選擇 選擇 相信 相信 呃 企業 跟產品 對 那 我覺得就是 盡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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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世界上有太多東西 有太多的產品 你懂我意思嗎 沒有說一定要 也沒有說 說 呃 怎麼樣 反正就是 我覺得是 第一個是緣分 再來是 商品 跟 藝人之間 願不願意做同樣的事情 有的時候是 呃 商品 喜歡藝人 有的時候是藝人 喜歡商品 同時要互相喜歡 互相信任 才可以一起有 很好的結果 對 有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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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是 其實是他們口頭告訴我 但是我 口頭告訴我 我 我沒有看到物品 所以 我不知道 真正的這個 呃 比例是怎麼樣 沒有親自的去 去做過一次 剛才是第一次 對 會啊 因為我 我自己在家 我 我會 也會打一些 水果汁 那 可以 自己配啊 等等的 蛤 所以真的是飲料控嗎 我 現在喝飲料 呃 其實沒有 沒有說 像 兒時那麼多 對 但是鮮草莓是可以喝的 真的 確實 因為它是 它是真的 它很退火 因為現在像我們吃火鍋啊 或者是 這個 早晨起床 等等 剛才董事長 還有 還有一些 他們都有 有講 講得清楚 其實 馬仙草莓是 對身體非常有 有 好處的 我嗎 對 吃的 喝的東西 會比較多 必須啦 大家都是一樣 大家都要愛護自己 那 身體健康 我們才可以做更多事情 網路是趨勢 網路是一個很大的 啊 資源 跟很大的市場 那這是必要的 只是說我們選擇性的 使用網路 那麼因為網路太 太廣泛 那我們必須要在裡面得到很多的規則跟規範 這是對我們最好的方式 對人民 對所有的人來講 最好的方式 裡面必須要有規則 要有 要有 怎麼講 我不會選擇 但是我覺得 包括我們做娛樂產業 或者要販賣任何東西 都必須要有 啊 這個 品質 跟保證 要有規則 所以會不會日後也會推出那個MV 就是音樂搶先聽 之後再網路上 會有什麼事 音樂搶先聽 其實我們的專輯 都是搶先聽啊 基本上 因為在專輯還沒發行以前 音樂絕對會先出來 這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每一張專輯 對 只是說現在 現在我們聽音樂 因為做每一件事情的 做法跟出發點 都跟以往不太一樣 跟我小時候 跟你們大家小時候的時候 都不太一樣 那 我覺得這個還是 必須要有時間去累積 讓這個型態 有一個真正的規則跟規範 才是對大家最好的方式 對